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著途怪奇师审计技术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点开始 我们讲解第11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仍然依照惯例 给大家进行个考证分析 本来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 处于我们产共销的中间环节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因为在它这一章里边 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存货键盘 它跟我们第三章 第三节的韩正一样 是实物性非常强的 这块内容 几乎每年必会在存货键盘这 考核简答题 甚至在综合题里面体现 所以这一章 我把它定义为重点章节 考试时存货键盘 既可以考核简答题 也可以考核综合题 另外我们也曾经 以客观级形式进行考核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 除了我们所说的存货键盘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就是存货的什么 内部控制 我一直在强调 第九章的销售与收款循环 第十章的采购与付款循环 包括这一章的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 里边都涉及到内部控制 还有第十二章货币资金审计 内部控制可以独立的考核题目 我从销售与收款循环里边 抓一两个关于内部控制的内容 采购与付款循环里边抓一两个 包括生产与存货循环 货币资金审计 完全可以形成简答题 或者在综合题里边进行考核 内部控制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考内红最关键的考核的一个点是什么 指责分离 相邻的岗位要由不同的人去执行 这是内空最爱考的一个内容 除了存货的内部控制 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所说的存货的什么 计价 这块内容更像考核 我们所说的会计知识 在很早很早以前 曾经单独的考核了一个存货计价的综合题 年头太久远了 我们不再提 但是存货的会计知识 比如说可编险净值 比如说存货贴价准备如何计算 这是您老人家应该知道的内容 说完这些内容了 我说一下近几年的平均分证 大概是四分左右 基本上每套试卷都会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存货键盘 对不起大家 存货键盘有一些内容 我是需要您背的 可能背的内容或记忆的内容确实不少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简答题六分 您自己全合 您想不想拿到这六分 想有些您要尽量的靠近准则原文去说话 我就不再再说了 2022年几套试卷平均下来是四分左右 而且2022年这一章在综合题里面进行考核 我以简答题形式考核 我以综合题形式考核有区别 没有 这是这一章的考证分析 这一章教材的变化 实际新能力的针对与存货相关的 舞弊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的相关表述 也就是在我们第五节 最后一个标题标题五里面讲 但这块内容跟第十三章的内容有重叠 所以我放在第十三章里面给大家进行讲解 剩下的就是0033修订了部分文字 我带单书 这是本章的教材变化 本章的基本框架结构一共是五节内容 第一节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特点 第九章第十章不都是第一节讲特点 第二节讲这个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内部控制 第三节讲这个循环的重大挫法风险 第四节讲这个循环的控制测试 我们第五节讲实质性程序 最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标题三 存货键盘 标题四存货计价测试 把它的会计知识掌握住 标题五今年是2023年新增的 但是我会在第十三章给大家再讲解 绝不止只有这一个 比如说下一章的货币资金 涉及到舞弊风险采取应付措施 也会在十三章给大家进行讲解 这一章的核心 只有一个 第五节的标题三存货键盘 当然前边像第一节第二节的 左右活动和内部控制 我还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下边该说的都说完了 看第一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特点 标题一 不同行业的存货的性质 这块内容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比如说我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可能我的存货就是我开发建造的什么 商品房 这个商品房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它具有居位 你在北京的二环的房子 跟北京五环的房子 跟你可能不在北京的房子 价格一样 肯定不一样 包括我是制造大型船舶飞机的这些制造企业 我的存货可能最大的特点是建造周期厂 不确定行因素角度 能大概知道就行了 标题二 涉及的主要单据与会计记录 第九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 我给您画了一个流程图 第十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 我也给您画了一个流程图 但是第十一章的内容太多了 我没办法给大家画流程图 所以我在这就画了一个简易的总体流程 您听好了 我们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既然处于产供销的中间环节 首先我第一个环节是计划和安排生产 是由哪个部门生产计划部门 当然不同的企业 比如说有的叫生产计划部 有的叫计划科 有的可能就叫生产计划科 名称不同 没关系 总之他要计划和安排生产 只要他计划安排生产 而且获得了批准 他就会生成一十多年连续编号的生产通知单 我经常把这生产通知单说成是发令箱 只要是生产通知单一下发 那这时很多部门会形成联动 首先我们仓储部门会发出原材料 那么这时我可能会编制领发料凭证 其次我生产产品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产量或公司记录 然后如果我要是计时工资或计价工资 这时是不是还可能涉及到我们所说的人事部门 没错 当然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要核算产品成本 这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财务部门实际上他就会编制成本计算单料工费 然后当产品完成了有产成品的入库及储存 仓储部门会编制入库单 同时根据入库单编制存货明细帐的增加 我的入库是最终目的吗 不是 我最终会销售产成品 发出产成品时 我会有出库单 根据出库单编制存货明细帐的什么 减少 当然最终我可能为了做到仗实相符 我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的不同时间 我可能进行存货盘点 或者在资产负债表日我进行存货盘点 这是谁进行的 是我们企业自己进行的 我会编制存货的盘点指令 盘点表 盘点标签 最后我如果真的进行仗实相符时 我可能计题存货贴债准备会有存货获零分析表 有没有发现您的生产通知单一下当 仓储部门 人事部门 财务部门 其实可能还会遇到质检部门等等 各个部门会进行什么联统 所以我经常把生产计划部门发出的计划通知单 理解为是发令箱 这就是整个的大体流程 用背吗 你背他干什么 第九章我让您背起来 第十章我都没让您特意去背 第二个 生产与存货循环所涉及的主要单据和记录 那么我们第一个叫生产指令 是哪个部门编制的 叫生产计划部门编制 比如说计划科 或者就叫生产计划科等等 是由他编制的 生产指令又称之为生产任务通知单 或生产通知单 且下达制造产品等生产任务的书面文件 就指的是这个生产指令 他一下达多个部门联统 通知供应部门组织材料发放 这是仓储部门 然后生产车间 也就是生产部门组织产品制造 只要从发料开始 料工费的核算 我财务部门就会组织成本计算 是多部门联统 这是第一个 第二 那既然提到领发料 就会有领发料凭证 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同 比如说材料发出汇总表 领料单 限额领料单 领料登机部 退料单等等 简单的制度一下就行了 第三个 产量和公司记录 这是我财务人员核算产品成本所需要的 那么常见的产量和公司记录 主要有工作通知单 工序进程单 工作班 产量报告 产量通知单 产量明细表 还有费品通知单等等 不用背 第四个 工薪汇总表 及工薪费用分配表 那么还有第五个 材料费用分配表 制造费用分配汇总表 包括成本计算表 最后产品完成 由产生品入股单 产品销售 由产生品的出股单 最后我们登记存货名细帐 这个存货名细帐 可既登记 你产生品的增加 也登记产生品的减少 既登记原材料的入股 也登记原材料的出股 最后第十个存货的盘点指令 是谁下达的 企业管理层 还有盘点表和盘点标签 第十一个存货获零分析表 这是我判断 你背审 你来为是不是记题存货结架 准备完整准确的一个什么 依据 这就是这十一项 主要单据和记录 用背吗 不用 看看就行了 第一节 我就讲这么多 第二节 生产域存货循环的 主要业务活动 和相关的内部控制 我们要进行了解 了解内控是什么 必须的 标题一 了解生产与存货循环的 业务活动 以及与财务报本 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你要了解什么 第九章不就有了解 这第十一章 我还是通过实施下列程序 了解这个循环的业务活动 以及财务报本 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了解内控不就是询问 观察 检查和穿行测试吗 比如说我可以询问 参与生产与存货循环 各业务活动的 备审计单位人员 包括哪个部门的 比如说生产业务门 仓储部门 人事部门 财务部门 包括质检部门 统计部门 相应的员工和管理人员 我都可以问 第二 获取并阅读企业的 相关业务流程图 和内部控制手册 等相关资料 第三 我还可以观察 生产和存货循环中 特定控制的运用 比如说我观察生产部门 将完工产品 移送入库的流程 和相关的控制 实际上 这个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一切的起点 是生产计划部门 编制的生产任务通知单 为起点 只要它下达了 生产任务通知单 那么首先 仓储部门会组制什么 领发料 其次 生产部门会组制什么 生产 如果生产完成了 你生产的是产成品 那可能会怎么着 如库 如果你生产的是半成品 我们是不是要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生产加工 没错 只不过生产部门 你产成品 半成品 你敢不敢说生产完了 直接跟仓储部门说给您 就完了 不敢 这时候我的量可能要靠统计人员去统计什么数量 我的质是要质检人员来进行相应的保证 量没问题 质没问题 您才把产成品移送入库 您才把半成品移送下一个环节 这不就是多部门联动吗 往下再说一步 从你生产计划部门下达生产指令 仓储部门开始领发料 包括生产部门生产 一直包括产成品入库 进入下一个环节 整个我的财务部门 是不是都在进行相应的联动 没错 就是等一个内容 能听懂就行了 还可以有检查文件资料 比如说检查原材料的领料单 成本计算单 产成品出入库单等 实施串行测试 不就是追踪一笔交易 在与财务报表编制的 相关信息系统中的处理什么过程 你是如何核算领发料的 你是如何进行生产的 产品成本的规矩 你是如何容库的 质检人员是如何质检的 统计人员是如何统计数量的 这些整个的过程 我只要执行穿心测试 我是不是都知道 不用背 大家看一下 只要能像我这样 大概的把这个内容说出来 就可以了 标题二 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 主要单据和我们所说的会计记录 我分别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计划和安排生产 在这我说三句话 所谓的计划和安排生产 一定是生产计划部门来完成 我们可能有计划科 生产计划科 或者是计划部门等等 其他的名称 他的职责就是根据客户订购单 客户已经向我抛出橄榄枝了 我当然要快速的发出发领箱 我引起多部门连统进行生产 但每次都等着客户向我抛出橄榄枝吗 不是 有可能我没有收到客户的订购单 我也可能会进行生产指令的发布 因为如果你等客户 每次抛出橄榄枝 你再生产 可能花花菜都凉了 在这时候 我可能就需要销售部门 对销售预测和产品需求的分析 来决定生产授权 抛出橄榄枝 我发出指令 没抛出橄榄枝以销售部门对销售产品的预测 我也可以发出生产指令 因为生产指令是发领箱 它会引起多部门的联动 所以我们对生产指令的发出 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如果你真的决定授权生产 一定是由你生产计划部门的生产计划经理审批 报经总经理批准 如果真的批准了 我生产计划部门就签发顺序编号的生产通知单 或者叫生产指令 或者叫生产任务通知单 接下来只要一下达生产任务通知单 你多部门会进行联动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既然你有可能是根据客户向您抛出的橄榄枝 客户订购单 然后您下达生产指令 还有可能是销售部门对销售的预测和产品需求的分析来下达指令 假如说您属于第二种情况 那我生产计划部门还需要编制一份材料的需求报告 劣势的所需要的材料零价和库存 那我需要什么 我可能就需要我被诊计单位的采购部门去进行采购 这是后话 我们就不再说了 所以您不能只是很过瘾 只是下达指令 需求你要给我说清楚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生产通知单相当于发六千 会引起多部门联络 他一定要一次多连续编号 首先生产指令的下达 仓库部门会组织材料的发放 其次生产部门换个词 生产车间会组织谈品生产 财务部门从领发料开始 他会组织成本的计算料工费 最后生产计划部门 您自己还要留存一连 所以生产通知单要一时多连 联续编号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用背面不用 大概听懂就行了 第二个 发出原材料 你的生产计划部门 发出生产指令的时候 最先动起来的就是仓储部门 首先您的生产部门 换个词车间 接到生产通知单的时候 您可能要由你车间主管 我们在这笼统的把它称之为生产主管 比如说车间主任呀 生产经理等等 审批之后 生产部门会编制领料单 我会告诉仓库 我需要A材料多少吨 B材料多少吨 那领料单通常一试三连 您上哪领料 上仓库 所以仓储部门会留有仓库帘 登记材料明晰账的什么 减少 您领材料 仓库里边的材料不就减少了吗 另外领料部门 也就是生产车间 也就是生产部门 他自己编制的领料单 他自己要把存根帘留好了 留存 备查 还有一个 您不得不承认 从您领料的时候 我财务部门是不是叫做 借生产成本 带原材料 没错 我的财务帘会给会计部门 核算材料的收发 核算和成本的核算 料公费的料 最终这个料 不是构成我产品的成本吗 所以领料单 是生产部门编制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个 你仓库管理员 把材料给了生产部门的人员 你应该把您手里领料单的编号 领用数量规格等信息 输入计算机系统 这是您采用信息技术系统 您采用手工账 是不是要登记在 您的原材料明晰账里边 没错 经仓储经理复合 并以电子签名方式确认以后 系统自动更新材料 明晰台账 大概知道就行了 这是发出原材料 您生产部门领来了原材料 您是不是得组织生产 没错 下一个肯定是生产产品 在生产部门 换个词 比如说车间 收到生产任务中支单的时候 以及领取的原材料之后 便将生产任务 分解到每一个生产工人 而且我要把所领取的原材料交给生产工人 进行生产 执行生产任务 这个很好理解 难就难得 第二个 你生产工人完成生产任务以后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成品 成品是要送到什么 仓库储存 有可能是半成品 你要移送下一个环节 但是在您生产完成之后 我必须再说一遍 不能直接移送 您先要给我保证量 也就是数量 将来是交由统计人员 查点 统计人员是保证量的 只是数量够了 您可能生产有残测品 有瑕疵 那这时能不能移送残库 能不能移送下一环节 不能 我还要保证质 我的质是由质检人员来负责验收 量够 质没问题都合格了 接下来我才进行什么移送 只不过这个移送 有可能是移送给仓储部门 因为我已经加工完成了 已经是产成品 我入库等待销售 有可能是我移送到下一个环节 因为我加工出来的仅仅是半成品 每一次的移送 都要统计人员盘点量 都要质检人员验收质才可以 而且质检人员验收了 没问题 我需要签发预先连续编号的产成品 验收单 这时候才能办理住库 所以这儿应该有一个验收单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这个验收单是我们所说的质检人员签发 是不是仓储部门将来凭着你质检部门 签发的验收单 我才能接收这批产成品 没错 大概知道就行了 当然要把产成品移送下一个环节 做技术加工 我们可能也要有验收单 只不过是半成品的验收单 听懂就行了 既然您热火超甜的生产了产品 接下来就有一个部门要登场了 就是财务部门 其实从您领料的时候 我财务部门就会做借生产成本 带原材料 然后您生产的时候 在您生产产品 是不是要耗用人工 是不是要发生抽签的制造费用 对料我要核算 供合费在您生产车间加工的时候 我也要核算 我核算产成品就是核算料 供费 这我说几句话 生产成本记账源 在我们普通的企业可能叫成本会计 就是依据原材料领料单的财务联 在您车间领材料的时候 就会把领料单给我财务部一联 我就要编制原材料领用日报表 我跟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生产记录日报表 核对材料的耗用和流产信息 将来核对无误 我由会计主管审核无误 我现在是财务部门 由我的会计主管 甚至极特别的情况 我可能经过财务经理复合 生成记账凭证 这个记账凭证生成的时候 不就是借生产成本带原材料吗 并过账至生产成本 及原材料明细账和总分类账 这时我的料核算就已经完成了 我是不是还要核算人工呀 没错 这个人工从哪来 实际是生产部门 车间记录生产各环节所好的工时数 包括人工工时数和机器工时数 并将工时信息出送的生产记录日报表 你既然有生产记录日报表 我财务部门是不是能获得人工的数量 没错 当然你生产过程中 我还要收集你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料工费 我都要进行核算 往下数 到每月末 我除了正常的日常核算 我每月末会由生产车间 慢点 生产车间不是制造产品或半成品的地方吗 还有仓库 我核对原材料产成品的转出和转入记录 你生产车间领用原材料 而我仓主部门发出原材料 你生产车间生产完的产成品入到我仓库 是不是就有转入转出 没错 如果有差异 仓库管理员应该编制差异分析报告 那这时候我一定要经过仓储部门的仓储经理 生产部门的生产经理 或我们所说的车间主任签字之后 才能移交会计部门进行调整 我这一直强调一句话 一定是多方符合财务部门才能调整 不能听取一面之词 这个很好理解吧 最后我们可能涉及到相应的分配 每月末由计算机系统对生产成本中各项组成部分进行规及 按照我们预设的分摊公式和方法 自动将当月发生的生产成本在哪儿进行分配 完工产品和再产品按比例分配 初级快捷师傅 大家就学过我们完工产品再产品如何进行分配 比如说约当产量法 同时我要把完工产品成本在不同产品类别之间也要进行分配 在分配的过程中我会生成产品成本计算表 生产成本分配表 将来由成本会计也就是生产成本计算员 编制生产成本节短凭证 如果你已经生产完成了 那我可能就会带生产成本借什么苦存生品 同时我可能会带什么制造费用借生产成本 这些是我生成的节短凭证 由我的会计主管审核批准后进行账务处理 我们教台的这些内部控制教台的这些主要业务活动 都是以举例的形式展现的 您不用去深究 您大概知道到这个环节该哪个角色 哪个部门出场了 到那个环节该哪个角色 哪个部门出场了 我不能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能大概的掌握住就行了 比如说数量是统计人员查点 质量是质检人员进行验收 这些您能知道就行 都被真的被不起 第五个产成品入库及储存 在这说几句话 首先你生产部门生产完的产成品 是不是要保证量没问题 是由统计人员来做到这一点 是不是要保证质没问题 是由质检员来做到这一点 都没问题了 我才移交到仓储部门进行什么储存 至少产成品入库及储存 涉及到生产部门 涉及到质检部门 涉及到仓储部门 这么一说您不就明白了吗 第一个产成品入库是质量检验员 应该检查并签发顺序编号的产成品验收单 没有验收单 我仓储部门绝不会接收你的什么产成品 因为我可能认为它不合格 由生产销组将产成品送交仓库 仓库管理员应检查产成品验收单 我质检部门检验没问题 你生产部门的生产工人拿着我给您出的验收单 到仓库把产成品移交给仓储部门 并清点产成品的数量 添写预先连续编号的产成品入库单 有了产成品入库单 知道下一步我该写什么了吗 我要登记存货能移障 登记产成品的增加 这是仓储部门要完成的 所以在这产成品的入库单 一定是谁编织的仓储部门 它一般要一十四连 比如说一连仓库收获要留一连 另外仓库留存要一连 还有您的东西是生产部门 生产完成给您的上一个环节 生产部门要核对留一连 还有一连递交财务部门 作为记账的评证 不用背 大概知道就行了 第二个产成品入库单 首先要经过质检经理 还要经过生产经理 因为你是检验的质 生产经理是你生产部门生产的 还要经过仓储部门我接收的 签字确认以后 仓库管理员才会把产成品入库单的信息 输送到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自动更新产成品的明显台证 就是记载产成品的增加 第三个仓库部门 你看他说法都不一致 有说仓库部门 有说仓库部门 您大概明白就行了 进行点验和检查 并签收产成品以后 我质检经理 保证的是质 生产经理是我移送的产成品 仓库部门签字确认以后 将实际入库的数量通知财务部门 最后强调一句话 你存货要存放在安全的环境中 比如说我仓库 产成品库要上锁 我使用监控设备 什么被盗防盗的设备等等 只有经过授权的工作人员 可以接触及处理存货 我就是怕你盗窃了我的存货 尤其是我是食品厂 那些生产蛋糕的单位 是不是很容易被盗窃 或者我是生产金条的单位 很容易被盗窃 我要采取措施 我为了保证存货 尽量的不被盗窃 是不是实现了存货的哪个认定 存在这个认定 大概知道就行了 第六个 我生产不是最终目的 我入库也不是最终目的 我最终的目的是发出产成品 当我发出产成品的时候 是不是它已经跟销售与收款循环 就关联起来了 没错 客户向我发出订购单 我决定接受订单会形成 仪式端连联系编号的 第一张非常重要的原始凭证 叫销售单 有印象吗 好 我们看一下 产成品出库的时候 由仓库管理员 填写预先顺序编号的出库单 这跟销售与收款循环 那规定是一样的 并将产成品出库单信息 输送到计算机系统 由仓储经理 出库是仓库出库 当然由仓储经理复合 并以电子签名方式确认以后 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更新 产成品明细台帐 并与发运通知单编号 进行什么核算 其实在销售与收款循环里边 我们把它叫做产品配送人员 我直接把它叫做送货的司机 是什么意思吧 没错 这的说法 因为不同的备身机单位 可能内部控制不一样 你大概能听懂就行了 这个出库单一般是一十四联 一联交仓储部门 东西从我这出去的 我要有一联 一联交发院部门留存 还有一联送给我们所说的客户 还有一联作为客户 我为他开举发票的依据 不用备 大概知道就行了 第二产成品的发院必修 独立的发院部门来进行 我一直在强调 您出库是仓储部门来完成的 您配送是由专门的产品配送人员 也就是司机来完成的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叫做独立的发院部门 我前半的销售与收款循环里边 我就说过 出库跟装运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对职责分离 能多分一句话吗 我们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第一对职责分离是什么 接受销售跟信用管理审批 一个是销售部门 一个是信用管理部门 这是第一对职责分离 而且产成品的发用要填写事先连续编号的发运什么通知单 有了这个发运通知单 我司机 我的产品配送人员 跟你的仓库保管员就不可能通流合物 你各编织各的 这个发运通知单在后续的环节是不是要进行流转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产成品装运发运前 我要用运输经理 您这个产品配送人员 您这个司机是不是有您所在部门的经理 叫运输经理 独立检查出库单 这个出库单是谁编制的 仓储部门 还有销售订购单是谁的 客户 向我抛出的橄榄枝 还有我所说的发运通知单 是我装运部门自己编制的 这些都没问题 我确定从仓库提取的商品 富有经批准的销售订购单 而且你提取商品的内容 跟销售订购单完全一致 你出库 仓储部门经理批准 我装运 我用运输经理批准 这不是将您的岗位 要由不同的部门和人员来进行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责什么 第四个 每月末 您的产成品出去了 是不是您要做一笔分落 代库全商品 借什么主营业务成本 生产成本计账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本会计 根据计算机系统内处理状态为 已处理的经购单数量 您前半仓储部门发货 您装业部门装业了 由各自的经理审批了 都没问题 该发出的发出了 那这时候我就要编制销售成本的 截转凭证 截转相应的销售凭证 在这儿我要截转相应的销售成本的时候 我可能要经过我财务部门 我自己的会计主管审核批准后 进行战务处理发现了吗 具体的事情都是下边的人员来做 但是我们在这件事完成之前 都要经过一道授权批准 授权批准不是最好的预防性控制 我就是怕你内部控制出现偏差 我就是怕你实现舞弊 尤其是串通舞弊 这就是这四句话 第七个 存货盘点 这我一共说七句话 这个存货盘点是谁盘 备选级单位 你自己的存货 不论是原材料 半成品 坦成品 你时刻脑海里边要绷紧一根弦 是要做到账时什么相符 账是我平时记录的 而时在哪 在我们仓库 跟仓储部门打交道 我要定期进行核对 不复杂账 最后根据时有的数量和金额 去调整你的大幕记录 这不就是我们会计上所说的盘盈盘亏吗 实际有的多叫盘盈 实际有的少叫盘亏 但是一定经过批准 我才能处理 批准之前 叫代出理财产随遇 批准之后 把代出理财产随遇反向接转 该寄哪寄哪 是那个意思吧 这个存货盘点 既包括原材料的盘点 也包括半成品的盘点 也包括产生品的盘点 我说七句话 不用背 第一个 管理人员编制盘点指令 就跟生产计划部门下达生产通知 但引起多部门联动 你现在的盘点指令 是由管理层编制的 并下达 安排适当人员 对存货实物进行定期盘点 这个适当人员 记住了 我们通常是仓储部门的仓库管理员 以外的人员进行盘点 我就是怕您坚守资道 您自己管的东西我让您自己盘点 您最后告诉我没问题 实际的东西都运到您家里边去了 已经被您好用了 所以这叫职责分离 然后将盘点结果与存货账面数量进行核对 这不就是还是为了实现账值相符吗 调查他与并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生产部门 有时候这个生产部门还有啥关系 您糊涂了 我生产部门是负责生产的 我领用的原材料可能还没来得及生产产品 是不是堆在我生产线旁边 对 我生产的半成品还没有完成 产生品还没有完成 还在我的流水线旁边 这时我生产部门是不是旁边就会有存货 对 那那些存货原材料半成品要盘点吗 当然盘点 还有仓储部门 仓储们管的是尚未发出的原材料 管的是已经入库的产成品 包括准备移交到下一环节的半成品 这俩部门都会有存货 将来我就让他们在盘点日前 对所有存货进行清理规整 便于盘点顺利进行 我不求你把存货给我码放到有多整齐 你最起码要利于我进行盘点吧 比如说 您把原材料放在一堆 半成品放在一堆 加工完的放在一堆 未加工完的放在一堆 可以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每一组盘点人员中 应该包括仓储部门以外的 其他部门人员 我一直在强调职责分离 您负责保管的 我们要由您以外的人员参与盘点 即不能有负责保管存货的人员 单独负责盘点存货 我要安排不同的工作人员 分别负责出盘和复盘 我可能要盘两次 第四个 盘点表 在盘点之前您会给我编制一张盘点表 盘点表上至少有两列数据 一列叫账载数 一列叫实盘数 你账载的数据是不是在你盘点之前 你从财务部门的账簿记录中就已经获取了 他是已知的 我只需要给你进行实盘数 贴在这不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盘点表和盘点标差 事先连续编号 我最后把它发放给盘点人员 这个盘点人员通常是保存存货以外的人员 要进行职责分离 登记领用人员 盘点接触后 回收并清点 所有 记住 我这说四格子全部收回 因为我发出去的 比如说是一到一百号的盘点表 盘点标签 将来我收回的 你已使用的 未使用的盘点表 盘点标签 我都要收回 甚至作废的盘点表 盘点标签 我也要收回 废啥呀 我就是为了验证一下 我是不是发出去的 所有盘点标签 我收回是 号码是不是连续的完整的 所以是连续编号是前四个字 而我们全部收回是后四个字 千万别错了 盘点表主要是记载你十盘的数量 而盘点标签 你既然制作了盘点标签 你的仓库里边可能打开大门 有好多种存货 我只把盘点标签 挂在属于我的存货范围内 你说这是啥意思 我的仓库里边可能储存空间比较大 有可能我替别人储存的 别人的存货纳不纳入我的盘点范围不纳入 因为那是别人的存货 我可能拿封条要拿扇不扇着 我的盘点标签只挂在产权属于我的存货范围内 将来收回 我要全部收回 这是第四个 第五 为防止存货被遗漏 或者是重复盘点 所有盘点过的存货 我都贴盘点标签 这个是大家应该注意到的 比如说我要注明存货的品名数量 盘点人员完成盘点前检查现场 确证所有存货均已贴上盘点标签 其实这个盘点标签你盘点完了 你贴上实际是还可以有一些做法 比如说类似盘点标签 我直接先挂在你存货上 然后将来属于我的存货 我挂上盘点标签 不属于我的 我根本不挂盘点标签 盘点完了 我可以在存货的盘点标签上打勾 我显示一个记录可以吧 可以没问题 最后您贴上盘点标签 或者您在盘点标签上 已经打勾的情况 说明这届存货我已经盘过了 我绝不会漏盘 绝不会重盘 我会把结果记录在盘点标签 就可以了 第六个 我再说一遍 将不属于本单位的 我只是在其他方保管的存货 单独堆放并做标识 我可能拿着扇布给它扇上 这叫做标识吧 我可能拿胶条给它封上 这叫做标识吧 或者我上面贴张白纸写着 不是咱们单位的存货 可以吗 可以 我就是要把自己的存货 跟别人的存货去分开 将来我要将盘点期间 需要领用的原材料 或出库的产生品 分开对方 并做标识 您确实要进行存货盘点 我这个单位规模太大了 我可能要盘点半个月 那这时如果你不做任何标识 将来你盘点原材料 这个仓库时 这个原材料刚好被领用出去 然后等您盘点半成品库的时候 这个原材料已经被加工成半成品了 等你盘点产生品库的时候 这个半成品已经形成产生品了 如果你不做任何记录 是不是至少你领用的这一部分原材料 我们在原材料库 半成品库 产生品库 各盘点了一次 不就重复了吗 所以我企业最了解我自己的情况 我在盘点的过程中 我大概可能需要领用多少原材料 比如说我就在旁边划分出一个独立的过渡区域 假如说我盘点五天 我把这五天领用的原材料呀 我单独给它画个圈 这叫独立的过渡区域 将来这五天领用原材料 我不是从别的地方领用 就从这独立的过渡区间去领用 那我盘点的时候 不就是可以防止漏盘和中盘 大概制度就行了 第七 汇总盘点结果 我跟存货的账面数量进行比较 调查分析差异的原因 这个盘点涉及到原材料 半成品产生品有仓储部门的事 有生产部门的事 所以将来我对认定的盘应盘规提出财务调整意见的时候 你仓储经理要审批 因为原材料归您管 产生品归您管 生产经理也要审批 你领用的原材料 还没有加工完的半成品都在你流程线旁边盯着的 财务经理你将来要做账 把贷处理财产随意反向阶准 我也要经过你审核 甚至我有可能认为这件事非常严重 我要经过总经理复合批准后入账 盘点完了有了数据 仗实不符时 可能比如说盘规带原材料 借贷处理财产随意 我的贷处理财产随意 最终要反向阶准带处理财产随意 比如说我存货的盘规 我可能挤管理费用 赢100支出 是经过符合批准后 我才做批准后的分路 会计知识一定要有 这就是存货盘点的七句话 不用您背 结合您的会计知识 能把我刚才说的话 给它描述成一个场景 大概这个场景是什么 您能复出处理 这块内容就算学成功了 第八个 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不是让成本 跟我们所说的可编线 净值去PK吗 您记得不记得 我们会计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是对我们所说的 打算进一步加工的存货 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是不是应该用最终产品的 估计售价 减产品的相关税费 减加工成本 如果你是对已经加工完的 最终产成品 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你的可编线净值 是最终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最终产品的销售税费 对我就是拿计算出的 可编线净值跟成本去PK 那么将来我们才可能 需要知道计题 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我是不是应该计题 这是理论 但实际上你计算 可编线净值 是不是需要很多 金额或数量的要求 比如说你估计的售价是多少 你估计相关税费 你是咋估计的 我们都需要讨历性 第一个定期编制 存货或零分析表 这是谁编制的 是企业自己编制的 我管理官复合 该分析表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 滞销存货 计题存货 减下准备 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 您积压的存货 出现了减值迹象 我是不是才可能计题存货 跌价准备 对 并计算存货的可编线净值 据此计题存货 跌价准备 所以先有减值迹象 我才进行减值测试 这是规矩 第二个 生产部门和仓储部门 每月上报 蚕次冷备等存货明细 而采购部门和销售部门 每月上报 原材料和产生品的最新价格信息 比如说我采购部门 我采购的原材料 我不打算加工 我就是直接把它卖出去 你采购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我材料的估计售价 没错 包括我们销售部门 是不是也要上报数据 我现在生产出的就是产生品 那我如何打算直接卖出去 产品的估计售价 不是应该由销售部门 来提供相关的数据吗 最后财务部门据此分析 存货的跌价风险 并既提跌价准备 我要由财务经理 这是我自己部门的经理 甚至我要经过总经理符合批准 并且入账 这是我们所谓的 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到这儿为止 其实我就把主要业务活动 该说的都给大家说完了 不用背 您至少要知道 生产计划部门 它是干啥的 是在客户向我企业抛出橄榄枝 我有客户订购单 或者我甚至由销售部门 根据需求预测销售的需要量的时候 我发出生产指令 有了我们所说的生产指令 引起多部门联动 首先我会领用原材料 领用原材料的时候 实际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谁领 肯定是生产部门 比如说生产车间领用 它编制的是我们所说的 以史多连连续编号的领料单 他的领用可能要经过 他的生产经理审批后领料单 才会传到我所说的 另外一个部门就是仓储部门 仓储部门接到你生产经理 审核批准的领料单 我开始怎么的发出原材料 这时候我可能要登记 我们所说的台帐呀 出口单等等 领完原材料之后 就是生产产品 这个环节的主角 就是生产什么部门 他生产产品 生产完了之后 有可能是我们所说的产成品 有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半成品 产成品我们要入库 又回归到仓储部门 半成品我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但是我不管你产成品 还是半成品 您得给我保证量没问题 量是统计人员 来完成的 而质煤问题是由我们质检部门的质量检验员来完成的 将来质量检验员检验之后 没问题会形成一个产成品的什么验收单 你生产工人拿着质检人员的验收单 到仓储部门 让他看他看完没问题 接收你的产成品 这就是这个环节 只不过从领用原材料往后 一直到入库 最后你把产品卖了出货 包括你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盘点 所有的环节都会有我财务部门的痕迹 从这我财务部门都要进行每一个环节的核算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第三节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重大挫暴风险 实际它主要还是讲了标题相关交易内别 账户余额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第九章学过这个内容 第十章学过这个内容 到现在都是第十一章 还是讲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以一般的制造业企业为例 我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包括什么 比如说我的存货实物可能不存在 你账上记载着这个实物存货 但你生产完的是蛋糕 生产完的是冰淇淋 已经被员工偷偷吃了 不是影响存在这个认定吗 包括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 可能未在账面反应 你是不是影响完整性这个认定 还有你存货的所有权 可能不属于你被审计单位 影响或者违背权利和义务这个认定 明明只是人家 让您替人家贷管的存货 您却算作您的存货 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认定 还有存货的单位成本 可能存在计算错误 什么先进先出法 移动平均法 月末加权平均法等等 影响的准确性 断号计价分摊这个认定 还有第五个 存货的账面价值可能无法实现 比如说你存货的账面价值无法实现 您是不是应该计题存货计价准备 您媒体或计题的补充分 影响的不都是准计分这个认定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标题二根据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涉及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块内容我就不再说了 第九章我给您说过 第十章我给您说过 它都是举例 第四节是生产与存货循环的控制措施 我们曾经在第九章有一个表9-5 第十章有一个表10-4 我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哪些重大挫暴风险 有风险点我背着你代表要进行相应的内部控制 可能是自动化的可能是人工的 你有内部控制我住的外界是要进行控制测试 实际上前边两张表表9-5 我重点让大家关注的是跟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跟营收账款的存在认定有关的内部控制测试 其他的我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 第十章采购于付款循环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跟应付账款的完整性有关的认定 但是也没有给大家讲到很多 你要说这三张表哪个相对来讲重要 我只能说措子里边八将军 表9-5相对来讲重要一些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重要 到表11-4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风险 存在的内部控制控制测试程序 这块内容大家一般了解就行了 我不想再说了 简单的看一下 是不是你未来高大上的住的外界是应知应晦的内容 是 但是因为它的内容决定了 它很难形成我们所说的专业阶段的考题 所以在这我就不再给大家单情了 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我们前四节的内容 就全都给大家讲完了 发现了吗 它的可考性前四节的内容比销售与收款循环弱得多 采购于付款循环咱们就不比了 采购于付款循环的核心重点 就是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 我要关注应付账款的完整性 其实这一张最最核心的内容 在第五节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再往下说一下 就是存货尖盘 本来前边的内部控制确实很重要 但是存货尖盘 抢占了前边所有内容的光榜 最后存货尖盘是这一章的主角 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就要讲存货尖盘 那好 讲到这儿 这一讲我就结束了 前四节我就结束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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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